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 好不好 很多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在台剧《人选之人》 主管温文芳对下属张雅静说了这段话 并决定挺身而出 帮下属处理受到性骚扰的申诉 没想到这部剧却无意间开启了台湾MeToo的运动 5月31日 前民进党妇女部党工在脸书发文指控 曾在工作上遭到合作案的导演性骚扰 事后决定上报主任 却受到冷漠对待 为获得妥善的协助处理 最后身心受创离职 这个贴文在台湾社会引发轩然大波 相继的许多人站出来指控 曾遭到职场性骚扰的经历 这些被揭露的加害者 还是在政治、学术、演语圈等领域 赫赫有名的知名人士 如果你曾关注2017年 在欧美一连串的性骚扰指控事件 那你应该对Hashtag MeToo感到不陌生吧 一个用来串联相关课题的小小网络标签 却让许多性骚扰受害者的声音能够被听见 究竟Hashtag MeToo是怎么诞生的 后续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Hashtag MeToo早在2006年 就使用在社交媒体平台Franster 当时社运人士Terana Book 推广用同理心实现父权的理念 鼓励性骚扰或性侵受害者 勇敢说出自己的经历 让社会正视这个问题 不过真正让Hashtag MeToo 浮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在 2017年的一起指控事件 2017年政治好莱坞大制作人 Harvey Weinstein 被指控多次性骚扰女性的丑闻 一名演员Elisa Milano 在推特说 如果所有曾被性骚扰或性侵的女性朋友 都发推文写下MeToo二字 那人们或许能了解到这事情的重要性 结果24小时内 就有20万推特使用这个标签 470万脸书用户 在线上展开MeToo课题的交流 如这次台湾的事件一样 MeToo也从好莱坞跨界到各个领域展开讨论 陆续有85个国家也跟上了这个运动 然而这起运动也带来了一些批评与反弹 反对者认为MeToo是一场猎屋运动 女性会利用运动之名来摧毁男性的事业 另外批评的声音认为 人们对于未证实的指控采取未审仙判的行为 对背靠很不公平 他们往往在审讯期间被命令辞去自己的职位 甚至有人批评这些过于敏感的指控 模糊了性骚扰与纯粹调情的界限 求爱已成为犯罪 反对MeToo的人被视为对受害者袖手旁观 可怕的是 MeToo很可能激化社会走向性别对立的极端 然而MeToo运动可不是纯喊口号 在运动发起过后实实在在发生了许多改变 像是美国立法禁止性骚扰成为封口条约 一群好莱坞女性工作者 为帮助受害者成立Time's Up基金会 整体社会更开放倾听 受害者的申诉 公众对性骚扰问题的关注度提高了 那我们把目光放到马来西亚 对MeToo或反性骚扰 这里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在马来西亚如果有类似跟MeToo相关 就是在体坛就是在跳水的这个领域当中 那么之后呢就不了了之 那么如果我们看回去在体坛发生这个事情的话呢 如果用这个事情来检视的话 现在如果它会再爆发另外一轮的话呢 也很快的会不了了之 因为整个社会的氛围 鼓励受害者站出来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法律上有它的缺陷 有它的这个不足的地方 因为这些受害者每一次要讲述自己的遭遇的时候 他们就要重新面对这个难堪的过去 无可否认 MeToo运动确实引起社会对于性骚扰的反思与讨论 但是要消除性别不公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非洲的一个谚语说到 养出一个孩子是全村落的责任 身为社会的一员 你我又能够做些什么 打造一个更安全且更平等的社会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